我可以这样说,论优惠力度,美系真的是没有服过谁 从19万一口气跌至7万多 这简直要把德系和日系逼上绝路啊 并且还搭载了6V地边的箱 就这样的价格,这样的配置 绝对是我们家用的博尔之选 跟我一起来看看吧 第一款别克军威 这款这它的优惠力度自始至终都是非常的大 如果近期准备入手 那么没有5万优惠根本就不要考虑 现在官方制造价19万6800到24万9800 狂降7万 最低售价12万6800 看来这是铁了心的求销量 要知道这款车在B级车市场当中也是有着很大的分量 入门级版本虽然是1.5T 9AT 开起来虽然有点弱 但是它却能够让你随便造 推荐考虑它的652T之想型 优惠后的价格是155800 237匹的马力 9AT变速箱的加持 再加2.0T和可变钢技术 180匹的麦腾 193匹的雅阁 209匹的凯蒙瑞 在这款车面前都是地底 0百加速7.1秒 底盘采用了墙偶独立显价 高速上面行驶就一个字 稳而且还不发飘 车内的空间还比较宽敞 高距2.829 车长近5米 不仅后排能够让你翘起二张腿 后壁箱还能够让你搬家 车内的配置更是非常的丰富 现在跌至12万多 更是事无潜力 入手相当的划算 对此你怎么看呢 第二款别克俊悦 这款B加级轿车在市场当中的受欢迎程度 丝毫不叙色麦腾 亚洲龙 因为它动力强 空间大 现在价格方面是拿出了最大的诚意 制造价R19800到R89800 入门机身影只需14万多就能够拿下 这个价格和1.4T的麦腾价格差不多 但是在动力方面明显要比麦腾强 马力能够达169 再匹配9A地面的箱 升降党非常的积极 但是相比它的二人T版本 还是要略逊色一筹 推荐考虑R39的版本 237匹的马力 350的扭矩 在路上不能说带谁崩谁 至起码它不是好惹的 特长5米026 轴距2米905 但是在高速上面行驶隔音处理的还不错 而且车身非常的稳重 丝毫不会出现飘的情况 开出去也有面子 对此你会入手吗 第三款别克硬朗 赵矿车在之前更是销量王一般的存在 至于现在为什么优惠力度这么大 那就要误问它自己了 好多段的非要来购我们韭菜 也难怪它会跌出竞争行列 制造价R19900到R25900 优惠R42000 裸车7万多就能够拿下 要知道赵矿车在刚上市的时候 定价一度高达R20万 落差真的是太大了 不过它却匹配的是6A地边的箱 还是能够给我们一丝安慰的 搭载了1.5升发冷机 马力113 动力虽然不强 但却非常的耐用 油耗也是比较低 另外车长达到了4.609 轴距2.640 底盘前后独立悬架 车内空间宽敞 行驶质感也不错 7万多入手这样一款曾经的销量王 这对预算不足的消费者来说 还是很划算的 而且开出去也不掉面子 对此你怎么看呢 以上三款别克车型降价力度 史无前例 入手相当的划算 你更看好哪一款呢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是车圈大哥的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